大家好,歡迎收看《日日好生活》 我是節目主持人Tessa 生活的緊張節奏 令到很多人身體變差 除了注意均衡的飲食和做好運動之外 原來坊間有很多健康產品可以幫助大家 今天很開心邀請Amy上來,歡迎你Amy 你好 Amy,其實今天邀請你上來 就想為我們介紹一種坊間很流行的 有貼在腳的健康產品 其實是甚麼呢 我想你當然是說有形堂的木槽健脂貼 這個產品是用在腳底 一般很多朋友叫做腳貼 其實這個醋字在酒字邊 我叫做,然後加個作字,沒有其他人邊 其實是讀醋字,不是讀渣字 因為我剛才已經讀錯了 其實是甚麼呢 其實跟很多人一樣 很多人都問我,這是木渣還是木炸 那是甚麼字呢 其實大家如果留意,這是日本字的醋字 它是跟我們飲食的醋一模一樣的 木醋就是由樹木提煉出來的一種醋酸 跟我們所平時用的醋 是可以說有異谷同工之妙的 那其實呢 我想說,它是用甚麼木來提煉的呢 我們採用由韓國 當地一個很特別的骨子樹提煉出來的 骨子就等於我們過年吃的大吉一樣 不過只是骨子都有三百多個品種 這個品種就是這麼多種樹木裡面 其中在它的木幹裡面 能夠有最高的有機酸和多糖體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我手上拿的 這個就是我們木醋所提煉出來的 所用的那種木就是骨子木 它裡面因為它本身是很實心的 它裡面的質素呢 當我們提煉了這個醋酸出來 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除了木醋之外,它裡面還有甚麼成分呢 我們木醋本身呢 因為它的功能性因為很強 但是令它的功能更加好呢 我們就加入了一個叫做電氣石 電氣石本身可以說是非常漂亮 你現在看看我手上拿這個電氣石 是不是很亮身呢 對,但是為什麼我這塊不亮身呢 剛才你也給了一個電氣石 其實當中兩隻有甚麼分別呢 其實兩塊都是電氣石 電氣石有不同的品種 還有它有不同的來源地 我現在手上拿這個其實是巴西里 也是全世界生產電氣石最多 它的質素最高的一個來源地 電氣石本身是一個礦物質,是一個礦石 它能夠除了有很好的軟紅外線生成之外 其實它有一個很好的負離子 當它跟我們的產品一起用的時候 其實可以令到我們的產品的成效更加高 除此之外,我們還要加了綠茶 嗯,其實綠茶來說 我知道綠茶非常之類的,很喜歡 有抗氧、美白、美容、功效 但是木醋堅填補茶是外敷的 沒錯 那為什麼會加入綠茶呢 你問得好 綠茶本身是一個很好的抗氧化劑 我們這個產品會用在腳外面 我們專門加上去 就是因為當我們用這個產品幾個小時之後 它開始會變濕 濕了之後它附在我們的腳面 我們發覺加了綠茶之後 它可以令到我當地的皮膚 即是我們腳底的皮膚更加軟化 還有可以有一個抗氧化的作用 是有一個潤滑的作用的 嗯,是的,其實我們女生 尤其是穿高跟鞋 經常走路的關係 腳的皮也會比較厚 或者沒有那麼好 這個也可以乘機美腹一下 沒錯 其實我們剛才提到 這麼多不同的成分在裡面 雖然它可以改良我們的健康 但其實它可以改良到什麼健康呢 這個產品呢 無論在我們臨床方面的研究 我們早期的研究發展的過程裡面 還有我們在過去的十二年使用的過程裡面 很多客人的反應都告訴我 它可以很有效地陣痛 它可以消腫 它可以令到我們的睡眠更加深沉 令我們休息得更加好 特別是老人家 發覺他很多時候周身不舒服 很多時候覺得都不舒服 不妥的那種感覺 用了腳貼之後 會有很明顯的改善 真的會覺得好像鬆了 沒錯 整身覺得鬆了 你說得很對 因為老人家很多時候都很難告訴你 它哪裏不舒服 它就是吃日吃得多 或者基本上他們說年紀大 機器壞了 這個產品就是整體身體的調適 和改良 和令到我們的復原 和休息都會有一個很好的幫助 雖然我不是老人家 但我身痛感受 因為其實有時候可能 人們說今天腰痠筋痛 可能昨晚睡得不好 但其實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你又不知道 而這個目標 這個健脂貼就可以幫助我們 是的 其實幫助我們當然好 但其實原理是什麼 為什麼可以貼了就可以幫助我們 最重要的原理 就是它可以有一個天然生成的軟紅外線 再配合我們腳底的反射區 它作出一個反射治療 我想你也很熟 其實腳底按摩很多人都會很喜歡 除了很舒服之外 所以可以利用我們中國人 對於腳底保健這個原理 改善我們整體的健康 那木槽健脂貼就是利用 木槽的成分所生成的軟紅外線 好像按摩師幫你按摩 就是腳裡面的穴位一樣 但是所用的就是軟紅外線 而不是手指 那其實我想說 這個軟紅外線是什麼 是不是很神奇的 那麼特別的呢 好像真的無緣無故幫我按摩 沒錯 但其實我只是貼了一塊在上面 也沒有開電鍵等等 那為什麼自己可以幫我按摩 其實軟紅外線是什麼呢 軟紅外線其實是一些 在光譜裡面一個很遠端的光譜 在一般我們說太陽光 紫外光 甚至室內的一些燈膽、光管都有 同時間原來在一些天然物質 包括樹木或者礦物質裡面 都會有天然的軟紅外線生成的 那木醋健之貼的特別地方 你記得我們說 它用了一個木醋的液體 將它的粉變成粉 放在一個粉包裡面 當它是用在我們的皮膚上面 我們身體的熱力 就可以加速了這個木醋裡面的 軟紅外線的生成 然後通過我們的皮膚的面層 大約進入我們的皮膚一個cm的位置 那麼它就刺激到我們身體的 血液循環 好像令我們有一個很輕微的按摩一樣 就一個被動的運動 就令我們全身都可以得而舒緩 其實這個軟紅外線 主要都是針對我們腳底的穴位 其實它針對我們哪些穴位 而造成這個對我們改良 身體健康的目標 其實好像我們去腳底按摩一樣 它會由整隻腳的腳面 一路按到腳底 由腳趾頭到腳跟 一模一樣 當我們用這個產品的時候 其實只要你把它貼在腳底部 可能是中央位置 又或者是靠近腳趾頭 或者是腳跟的位置 它都可以達到腳底按摩的功能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 我們的身體本身是一個整體 只要你能夠合適去刺激 大約用在我們的身體裡面幾個小時 它的效果就開始生成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就等於你可以想像我們是一個按摩師 可以在我們的腳底 按摩整個晚上 那你想想我的效果會多好呢 非常之舒服 因為說真的 我們尤其女者或者DLOR 有時候穿高真的很累 而腳的按摩 除了可以令你舒緩腳的疲勞之外 整個人都會舒服很多 沒錯 因為我們有很多穴位 都遍佈在我們的腳 沒錯 其實軟紅外線是非常好的 代理身體 但是很多產品聲稱都有這個功效 怎樣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你問得真好 軟紅外線在科學研究來說 其實遠自70年代 在美國太空總署那邊 他們要研究太空人的健康 如何在一個無重狀態的情況下 可以保持太空人的適量健康 以及能夠維持他們的健康狀態 繼續執行任務呢 所以遠自這麼多年前 其實已經有很多不同的研究 去看看有什麼方式 用什麼材料 物料 或者藥物 令身體 我們可以利用外界所幫助的刺激 令到可以維持身體的適當功能 那麼軟紅外線 當他們研究的時候 是發覺它可以完全不影響身體健康的情況之下 是可以幫助太空人的身體 可以保持一定的狀態 而因為是這樣 所以坊間也有很多 因為當時引起的一些研究 然後生成一些產品和製品 這些確確能夠生產 軟紅外線的產品或者製品 或者我們說天然成分有很多種 如何確保它們呢 一定要看它們有沒有認證 認證又如何認證呢 即是哪一種認證才是對的 很多產品都說 我有這個認證 那個認證 其實哪一種認證才能確保 那個產品有那個功效呢 沒錯 原來軟紅外線是可以用一些儀器 是可以探測得到的 所以有用唐木造健之貼 在這方面特別為了用家 我們就保證了這個產品 能夠生成這個軟紅外線 所以我們將它給了韓國官方的 軟紅外線機構 幫我們做了一個研究和測試 確保到軟紅外線的生成 以及它能夠和我們身體 和天然的軟紅外線的波長是一致的 對於我們的身體健康才有保障 為什麼會在韓國拿這個認證呢 因為我們的產品是在韓國生產的 為什麼會在韓國呢 很多人都問這個問題 除了因為我們的機器和我們的技術 在韓國比較先進之外 最重要就是它的原料 好 早期我剛剛提過 我們用的是一種韓國的骨子樹 我沒有提到的 就是原來在整個過程裏面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一般的醋 是用發酵的製法而製成的 譬如我們用的是蘋果醋 或者我們吃紅醋 黑醋 用來點小龍包的醋 但我們用的木醋 其實是用雙重的蒸餾過程 在蒸餾中 我們會有一個非常嚴格 採取它最高質素 所蒸餾出來的醋酸 然後有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就是要把它陳年化 好像釀酒一樣 你可以想像 酒是否越老越醇呢 把它的沉澱物壓在下面 要它的精華 沒錯 木醋建築裡面的木醋 就是要經過六至九個月的蒸餾 為甚麼是不同的月份呢 因為有時候冬天 看它的氣候和濕度 它越乾的話 我們能夠蒸餾出來的質素是越高的 在蒸餾之前 我們要經過一個風乾的過程 讓它裏面的酸是比較濃度高 所以整個制裂的過程裏面 都可以說要有很多心思和時間 其實講到這裏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大概是怎樣的了 有甚麼功效 現在可以講一講 稍後回來繼續 日日好生活 Hello 大家好 歡迎繼續回來 日日好生活 Amy 剛才說了很多 木醋建資料的好處 和它的成分 也知道你們在韓國生產 和韓國的認證 但是除了韓國認證之外 我知道最近你們有另一個國家的認證 是嗎 是呀 有緣堂比較重視我們產品本身的質素 除此之外 我們都很希望用一些科學的方法 令到我們的用家使用者 能得以安心 所以我們在2007年分別 和在剛剛今年4月的時候 我們都有兩個臨床刊登了 2007年那個就是關於一個睡眠的研究 我們特別在英國做了一個很大型的睡眠研究 那個也是一個雙盲的研究 其中用家通過4個星期使用我們的產品 我們發覺使用我們木醋建資貼的人士 和使用一些我們叫安慰劑的朋友 當然他們是不知道他們在用安慰劑的 我們發覺使用木醋建資貼 可以很有效地改善睡眠 甚至達到50%以上可以多睡一小時 對於長期失眠的朋友來說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改善 剛剛今年2012年的4月 我們在英國Duff Press這個醫學期刊 就刊登了我們一個最新 關於木醋建資貼 可以改善腳部的腫 和疼痛的一個有效的雙盲研究 我們發現很多人 其中是100個人 我們測試的對象 100個人裡面有超過80個人 能夠完成一個為期8個星期 使用我們的產品和安慰劑 我們叫做交替的測試 發現有75%以上的人 用完了我們的產品之後 仍然繼續想使用 並且非常有效地改善了他們的腫脹和水腫 其實剛才說到可以幫我們消除這個腫痛 令到我們的睡眠質素提升 沒錯 那它的使用方法是怎樣的? 雖然我知道它是外膚 但又是腳,又是… 剛才說的腳底 但又關我睡眠事 其實它的使用方法是怎樣的? 聽起來真的好像很有趣 好像很萬能一樣 其實原理也是一樣的 因為通過我們的腳底越位 其實可以刺激到 我們全身不同的越位反射區 令我們身體內部 可以有一個自然的療效 當我們用的時候 有一個最簡單的使用方式 就是這樣貼在腳底的中央底部 在我們睡覺之前 因為我們本身的產品是這樣的 本身是一個粉包 你現在看到就是粉狀 看上去就好像一個… 即是你無瑕都會聽到的 是一些粉包 然後我們在這個產品裡面 也扶除了一副可以自動膠貼 即是一個膠布 你只要把產品撕開了膠貼 然後放上去這裡 撕開了你可以想像 就可以貼在我們的腳底 是 之後腳底的中央 你要發覺簡單得不得了之餘 最好的地方就是你只要一覺睡 睡醒之後就有些不同的東西出現了 你猜是什麼 會怎樣?會脫掉 相反 它仍然是貼在你的腳 貼得很實 不過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會由一個粉包狀 會變成濕透 黑色 即是幫我們吸了一些髒的東西 可以這樣說 你會看到現在這個 是比較黑和比較濕的 你會發現原來每個人的身體狀況都不同 身體酸鹼的情況都不同 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日子 譬如特別忙碌 又或者那一陣子壓力特別大 喝酒特別多 或者長期服藥 不同的人 當他使用了這個產品之後 這個產品出現的顏色 和濕度都會有所分別 這個可以說好像鏡子一樣 如果你看著這個產品 用完之後第二天起床 一般用多久呢? 用六至八個小時 看看你睡多久 其實我一睡覺的時候 貼上去睡覺就能摸 沒錯 很多人很有趣 因為這個產品本身 我們的質素比較高 而且使用時間其實可以比較長 所以很多人不捨得撕 但我們告訴大家 其實最好的使用方法 是睡覺的時候 即是可以重用的 即我今晚睡完 今晚就拿回來貼 你真的很節省 是不是可以這樣? 其實是不需要的 因為這個產品本身 我們設計的時候 是能夠使用到八至十二個小時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 每一個人的身體濕的情況 有些不同 有些人會濕一些 有些人比較乾一些 身體健康一些 或者身體比較濕毒多一些 用這個產品 最重要的時間 最好的時間就是用在晚上 當我們睡覺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最舒服的時候 但我們身體是最忙碌 也是我們身體工作排毒 和新陳代謝最活躍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 當你用這個產品 它就可以刺激到我們去循環 加強了我們本身的新陳代謝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相得益張作用 重要的地方就是 當你用的時候 如果你用的時間越長 即是粉包 想能夠停留在你的身體裡 所發放的軟紅外線時間 越長 效果就越來越好 還有一件事就是 特別 為什麼我不可以再用呢? 是因為當它濕了的時候 除了細菌開始滋生之外 細菌濕了之後 它的軟紅外線就已經用完了 那真的沒有用嗎? 是的 不過有一個我可以提一提的 就是原來這個產品 我告訴你這個朋友 使用這個朋友 比較濕毒多 應該都是 是不是你呢? 應該不是我 我等一下會試試 原來有些朋友 當他剛開始使用的時候 發覺他用得很濕 並且很黑 當他只要使用一段時間之後 其實他那個粉包 使用厚的顏色和濕度 都會有所不同 可以說就是一個照鏡的功效 即是覺得你身體已經越來越好 即是像我們掛紗一樣 你掛不到的 因為已經好了很多 沒錯 可以這樣說 我想說 其實一次這樣 譬如我這樣貼在腳底上 然後睡覺 睡醒之後 會覺得舒服很多 其實這個效果可以維持多久呢? 一般呢 就等於我們營養食品 或者我們身體休息 去旅行 去玩 時間一樣 其實無論任何的 保健的產品 它的功效都一停停 就可以維持相當之久 我會說是最少一天 或者甚至兩天 但是呢 當你的身體的毛病 比較長時間 一些很長的毛病 譬如老人家 他已經全身痛了很多年 又或者水腫已經腫了很多年 又或者我們身體的不適 因為長期復藥 而引致身體各方面的問題 我們會提議朋友的使用方法是怎樣呢? 就是你連續 如果從來沒有用過這個產品 你連續貼它七天 連續四天之後 你已經發覺的產品 可能產品的濕 用完之後的濕 或者顏色有所變化 你會看到它沒有那麼濕 和淺色一點 其實你就可以停了 你下一次的使用 就會下一個月 又或者如果你有特別的狀況 譬如你真的長期復藥 又或者你是真的那段時間 訓練去馬拉松 身體很累 又或者因為各種 譬如女士驚奇 會覺得有腫一點 那你用這個產品 我們會介紹你 可以在你有需要時用 就用到你的身體的狀況 得以改善 譬如好像睡眠研究那些朋友 他們整整四個星期 是用我們的產品 那麼睡眠改善 是不斷地提升的 所以對於用家來說 我們會叫木槽劍支貼 是一個外用的補健品 就好像吃維他命一樣 其實你吃也可以 不吃也可以 就看看你自己有沒有需要 那即是不會說 規定你一星期要多少次 每次多久 只要你覺得需要的時候 你就用 沒錯 是不會上癮的 OK 非常好 那其實除了貼在腳底下 如果有些肌肉性的酸痛 或者我現在的牙痛 或者我的肌肉痛 沒錯 其實這個木槽劍支貼 可以幫助我嗎 我們的經驗和研究 都告訴我們 它對於不同地方的痛症 其實都可以有療效 一定程度 因為有腳底的反射區治療 已經可以反射到全身 但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產品 事實上是可以 在我們說 當個地方 我們要Local 我們叫Local Treatment 就是在那個痛 或者不適的地方 就直接施貼上去 貼法是一樣的 但是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就是當你用的時候 那個軟紅外線 因為我們身體的溫度 已經能夠發放 做到一個所謂的療效 但是不同的地方 就是當那個地方 因為不是你的反射區 所以你用後 是不會濕 也不會變色 但也有效的 這樣也好 因為我現在牙痛了 我可以這樣黏著 我提議你這樣 其實我臉黏著 好像比較難看 可以 這也不是我們的反射區 我提議你的貼法 就是你事實上可以貼在腳底 你也可以貼在手掌 因為手掌 其實我們的反射區 都很多的 你知道我們的反射區 就是我們的腳底 我們的手掌 我們的頭 所以如果你光頭 其實可以貼在這裡 但是其實如果是牙這些位 我們這裡附近 我們耳後面 都會有很多淋巴位 如果你不介意 你的頭髮不太多 黏著抹出來的時候 有點痛的話 其實你不妨可以貼在這裡 我有一個小小的提示給大家 這個是我常用的 就是當我們濃淋的時候 有時會感冒 譬如咳咳 咳到晚上睡不著 你可以自己把這個產品 貼在我們的胸口 那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它可以令到我們 是有一個緩和的作用 令到我們可以睡得特別舒服 其實這款的腳貼 雖然說是腳貼 但其實都可以全身這樣使用 對 其實我想問 怎樣可以選擇 這個優質的腳貼 或者是這個見肢貼 是 坊間類似的腳貼 都有不少的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們這個問題 對於有形狂來說 我們重視的 我想給一些用家 少許個提示 第一 很多人都說 這個價錢當然要又便宜又抵 我都會提議大家 其實價錢都是其中一個因素 但絕對就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會說 最重要的是 你看產品本身究竟有多重 因為原來這個產品本身是一個粉包 粉包裡面的粉 就會生軟紅外線 其他品牌 我就不能夠代表他們說 但對於有形狂來說 我們一個粉包裡面 有五克 最少五克重 即是將它剪掉 倒一些粉出來 它有足五克的份量 為什麼呢 因為要有足夠的份量 才可以確保產品 用在我們睡眠的時候 可以做到八至十二個小時 那麼長的使用時間 這個很重要 就是粉包究竟有多重 第二 你可以摸一下 裡面 我們用的物料是很軟的 這些物料 原來是我們所謂的尿布子 乖 即是寶寶屁股能承受到哪麽萵 squeezing 那麼軟 diye緊的紫 可以如果用在屁股 應該會有… 即是關於客人的 可能相比 自己時使用 使用的話 都是球軟 很舒服 第一 方便 使用的時候 總共 Tob bir 會有正常 柔軟調 因為肌上有 conflict 但是你能夠勁 柔軟呢 呢 就使用方便得 另外最重要呢 就是因為它用尿布紙 所以它特別吸濕 这个部分可以说质量都要区备 那才可以 还有一点小小的特色 就是我们的贴布本身 我们所采用的胶 因为它要贴着我们的脚 都一定要有一个药用胶 我们所采用的是一些防敏感的 医疗用等级的胶水 所以长期使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都可以非常安全 特别是老人家 我们有些朋友是日日用的 有些用家 所以这个产品可以说是非常安全的 非常好 我还没问到的时候 Amy已经告诉我 它是会防敏感 因为其实我也有点担心 因为很多的朋友 对这个链铁胶状的一些高约 或者一些铁铁都会有些级级的情况 这个大家就不需要担心了 谢谢你 今天来到又生活 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健康贴的东西 我们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下次再见 拜拜